屏東東港這間賣小籠包的店面 突然有一名男子 持著鋁棒來毆打老闆 那麼後過畫面可以看到 老闆其實是用手臂來抵抗 不過男子不斷的拿鋁棒挥舞 導致於他要正當防衛 把人給壓在地上 而隨後警方也趕到 那麼警方將男子帶到派出所來了解 原來這個男子他是要來找他的前妻 探視孩子 但他過去有動手毆打的記錄 再加上他跟前妻約定好探視孩子的日期 並不是在當天 也因此店長他要保護了他的員工 才會出面制止 來聽他怎麼說 替員工出頭他就不滿 因為他畢竟已經受過傷害了 如果不幫他 不幫他的話 他一定會覺得很無助 那麼店長包括他的脖子手臂還有腳呢 都有一些勒痕以及擦措傷 那麼他也說為了保護他的員工 他才會出面的來阻止 沒有想到自己反而被打 而他事後也要對這一名男子 來提出傷害告訴 他就不受傷害了 問題是就不慈仲 是如果你不找他的 他就不去世之禁 才會想到自己的地方 你不順地 也請問呈阿尋 是你不送我 我來不送他 它有阿尼 是你不送他 我去送他 我去送他 你不送他